回到现场我们来关心是 红海入股夏虎案 传出下个礼拜将会拍板定案 那么根据了解 郭台铭在27号将会飞往日本 亲自和夏虎来进行签约 那台湾政府呢 也高度关切红夏恋 经济部并且委由前副总统 肖万常飞往日本 30号将和郭台铭在大阪时代场会合 以掌握红夏恋最新进度 现在人在大陆郑州的郭董 也就是iPhone5生产的大基地 开心的宣布 15万富士康的员工 8月起是全面加薪 能让郭董这么有信心的是这一支手机 根据网上最新曝光的零件 新一代iPhone5萤幕将一口气变为4寸 长宽比例也将由3比2变成16比9 而且依旧维持326ppi解析度 市面上最高规格 另外厚度也有变化 新iPhone虚实待发 位于郑州这座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 也开始动了起来 穿着休闲白色Po3上台 红海总裁郭台铭跑到郑州当地 参加富士康设厂两周年庆祝活动 顺便亲自坐镇督军 还宣布当地超过15万名员工 从8月1号起全面加薪 这礼拜还在大陆 郭董接下来27号更是马不停停 飞到日本 参加由消费厂领军的台日产业访问坛 亲自沟通和夏普的合作案 30号还要在自己掏腰包 入股投资的大阪Sakai借工厂 向官方做说明 因为在8月底也要同时要公布 最重要的半年报 假如这个声明不出来的话 那始终这个入股下铺 没有得到最后的答案 那这个又对股价又形成一个变数 所以多空的变数都有 当起空中飞人 大陆日本啪啪噪 郭董能为红海拼出怎样的成绩 外界都很期待 东森产业新闻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